白菜怎么管理才能长得快 大家看一下 这边是我之前直接血剥的大白菜 前几天呢 刚给它施了一次高蛋高甲复合肥 然后这边是我育苗移栽的 就是到现在已经是第13天了 就是早早的都已经缓苗过来了 那像我们大白菜缓苗之后呢 可以就是给它追逝一次那个发科肥 来促进叶片 还有精感的一个快速生长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追逝发科肥 以及这个后期大白菜应该怎么去管理 接下来呢 就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有需要的小伙伴呢 你们可以适当的记录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促进生长 秋季种植的大白菜和其他的蔬菜不一样 你前期必须要先让科子快速的长起来 一片数量长得足够多了 它后期才能包心 如果说前期连秧苗都长不起来 你到了后期包心期 你吃再多的肥料都没有用 它也包不起心来 然后白菜它从播种到包心呢 大概只有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 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如果说不能让你的秧苗快速长起来 秧苗它就是始终长得很小嘛 那你包心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啊 就算是勉强的包心了 它包心也不可能很紧实 所以说从这个白菜出苗 一直到包心之前 这一段时间你要经常的观察一下 如果说秧苗长势很缓慢 一直不见长 你就要及时的采取措施 让它速生速长 那这个速生速长 你就需要去追尸发科肥 对于一些根系发育不好的 就及时用那个生根剂来灌根 如果说根系发育很正常 但是叶片呢 它发黄 殃苗也不见长 可以根部追尸适量的那个尿素 但是你注意不要直接对着那个根去浇 大概距离根部5到1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总之呢 就是缺肥就及时的追肥 缺水就及时的浇水 然后遇到那种连雨天就及时的排烙 雨后呢 再及时的松土 第二个就是要促进包心 白菜它包心好不好 紧不紧实 重点是在于施肥还有浇水 白菜它是一种特别洗肥的作物啊 整个生长期呢 都是不能缺少肥料的 除了说前期 让这个鸭苗快速生长起来 到了这个后期的包心期啊 还要适当的控制住这个鸭苗疯长 避免说它光长个不包心 这个就需要合理的去施肥了 浇水上也不能让土壤出现干旱 或者是浇水过多 要保持土壤湿润 给白菜追肥呢 你要记住两个生长期 前期定苗后 多用氮肥促进一样苗快涨 然后到了包心之前 除了说合理的使用氮肥之外 一定不能缺少了甲肥 你可以用那个高氮高甲的复合肥 来进行追肥 具体的话就根据大家的这个 个人实际情况来决定啊 第三个就是预防一些病虫害 今年因为这个高温持续的时间很长嘛 就导致很多地方种植的大白菜 它出苗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病虫害 好不容易长出来了 长起来了 又被这个虫子给吃掉了 真的就很可惜 白菜它常见的虫害呢 有这个跳甲菜青虫还有地区等等 然后常见的病哈就有根腐病啊 软腐病啊双眉病啊等等 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说一旦发现了虫害 你就要及时的去进行去防治 你这个白菜的虫害可以用那个底柄虫来防治 软腐病的话可以用那个浓用烈酶素 还有赛作心春泪王瞳等等一些灌根去喷湿都可以 然后根腐病的话可以用那个厄梅林 赛菌桶啊绿秀液性尿酸等等来灌根 双眉病的话可以用那个新鲜马林去喷湿防治 但是不管是什么病虫害 在防治上都要讲究一个早字 越早防治效果才越好 你不然到了后期真的很难防治住的 好了关于这个大白菜怎么管理 才能够长得更快更好 今天呢就先说到这里了 希望每一位爱中菜的小伙伴 每天都可以笑口尝开 拜拜